敬请收看大型生活实用纪录片 治病救人除坐 山西小院 李居士49岁 噩梦缠身30多年 心态十分不好 脾气暴躁 患过各种慢性病 一直在事件委工作 以前对信佛学佛的人很反感 也不能理解 觉得你好像这些人在装神弄鬼似的 我因为很在意结果 有时候得不到以后 我总觉得上方对我非常的不公平 我努力的事都没有结果 我就脾气非常暴躁 经常看谁都不顺眼 跟家人打架闹他 骂孩子 我觉得是恶性循环 当你着急生气以后 你就得病 病了以后心态就更不好 更生气 所以多少年了 我把我的积蓄都给送到医院去了 而且那时候主要是什么 就是我吃什么药都不见效 最初就是一个肠胃病 肠胃病后来慢慢导致的 就是神经系统的紊乱 还有肾脏不太好 骨骼系统 像关节炎 骨质增生 还有好多妇科病 反正就是说 一切慢性病都让我得病了 那时候治疗根本就不见效 今天换一个大夫 刚吃药见效 过一段时间就不见效了 我老头就说我呢 这都是你前世的业力啊 你应该好好学佛送经 那时候我真的不以为然 我就觉得有病就可以靠医生 但最主要的是啊 那时候不管我是用什么药 像保健品之类的啊 连这个中医西医都看个遍 都不见效 老有病嘛 所以好多人他们觉得 因为我是今天有这病 明天就有那病 他随时的病都在犯 所以我看病吧 从来都是两天去看一次 两天的药吧 就吃着两天的药的同时呢 不一定又犯了哪一种慢性病 那这时候老去看病吧 单位同事就觉得不理解 他觉得我没有病 你是神经病 因为有病嘛 就一种病 会一直病啊 病呢有好有坏 可是我吧是不停的犯就发作新的病 就像过年别人都出去买衣服呀 什么准备吃的 我首先就得跑到医院去 给自己多准备一下药 那就是回到我家以后 你随便打开我的柜子 还有单位的柜子里 到处都是药 因为那时候老有病嘛 他自然心态也不正常 看见谁都不顺眼 总觉得吧 你这个谁做事也不合我的心 谁说话呢也不如我的意 所以我经常跟别人找茬闹事 看别人不顺眼的同时 反馈来是一样的 我老头因为他看很多书 他接触到佛学以后 他就常跟我讲佛学 而且他告诫我 说是佛学是很伟大的哲学 劝我学佛 但那时候呢 原因自己不懂嘛 就尤其在这个电影和电视里边 看到当那些大德高僧 说这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时候吧 我就觉得很不以为然 觉得佛菩萨嘛 都是看人做事 我就觉得我一生吧 没有做过什么恶事 自认为很正确 可是呢 生活一生坎坷 非常的不幸 我的母亲呢 很早就离开了我 而且我母亲是个肥 非常善良的人 我就觉得上帝 你上仓吧 很不公道 所以我就拒绝学佛 但是源于这个 去年五月份吧 我有病以后 有一个居士 他送给我两本这个 果青居士的 现代因果报应 我看了以后吧 就再反观自己的一生 觉得非常有道理 在过去里 生活里头很不理解的事呢 现在觉得能够理解了 所以我静下心来在学 看完这本这两本书以后吧 我就宜然去上司 上司吧 皈依了以后 从六月初 我就开始送地藏经 就在送经之前呢 就我很小的时候啊 就有两个噩梦 始终弹绕着我 一个呢 就是因为我奶奶脾气比较暴躁 但是我从来不记得她 因为我很小 她就去世了 每次吧 都梦见她在追我打我 跑呢就跑的时候 从小路跑到大路啊 光光的地面 就望出猫疙瘩 然后呢就变成 牛眼镜一样的 就像牛眼一样 满马路上都是 所以我经常吧 就从噩梦中惊醒 哭醒 还有呢 就是在我小时候 十来岁的时候 因为我 我们家人杀了一条蛇 我去地窖里头取东西 结果发现一条蛇以后 我就拼命地往上爬 爬到口上完了 我就惊叫着喊 完了 然后我母亲问清楚以后 就把这条蛇弄上来以后 让家里人给打死了 但从那以后吧 我就落上这个根了 每当我办大事 或者我就 只要梦见这条蛇以后吧 我很快就会大病一场 而且办大事吧 只要一做这件事 这个蛇出现以后 这件事准就做不成 还有呢 我从小就是 经常在噩梦当中 就睡觉当中吧 就是抽搐 就别人都不敢挨着我睡觉 严重的时候 一晚上好几次 经常就 蹦蹦几下抽的 把旁边人都给吓醒了 就是我送上 这个地藏经以后吧 从半个月到一个月 噩梦 就完全消失了 而且呢 睡觉的时候 就是这种抽搐的毛病 没有了 学上经以后吧 就觉得 自己吧 能这个随时的 简点自己 反观自己 再反思自己的过去以后 这个性格再逐渐的变好 而且呢 看事物的变化 完全都变了 就是乐于承受 敢于承受 敢于面对生活 就是学佛学到今天吧 主要是什么 你像我现在吧 工作很繁忙 如果这是时间长了以后 我要是不送经吧 一个是累 再一个觉得心烦 如果我现在送经呢 因为时间 没有时间嘛 几十天送 我觉得自己要忏悔的罪业 很多 所以每次送经的时候 我都溃在那尽可能的溃念 溃送经 送完以后吧 觉得自己的心情 非常的宁静 能面对一切 说起来大概 大家不相信啊 当我过去不愿承受的时候 我觉得什么事都不顺 可现在愿意承受了呢 反倒什么事都非常的顺利 在过去吧 我就觉得 就是冥冥之中 有一张大网 在紧紧的照在我的周围 我无法把控它 不管我怎么努力 我怎么这个 去奋斗吧 都没有结果 但现在呢 我就觉得 有一只大手 时刻在温暖着我的心 在推动着我向前 往前走 像这个 契恶从善了 你看 最近大同电视台老播一个镜头啊 就是那个 吃那个大鱼头 把那个鱼头放在锅里边 我就觉得非常的惨不忍睹 我就觉得 人们实在是 我觉得那不是鱼头 好像就感觉是我的头 被人放在油锅里 就那种感觉 自己吧 就觉得非常的恐惧 面对人们的这一切 现在学上佛以后吧 心情好了 身体也好了 而且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啊 就我明显的那些夜里在消失 我想 我不知道的很多 往以前的事 也在逐渐的消失 你看 就是在这一个礼拜以前啊 我就又梦见一条蛇 这条蛇呢 是一只眼镜蛇 那头巴就这么大 当时我自己觉得我没睡着 可是明明清清楚楚的 那条蛇就跟我保持了两米的距离 就在我的眼前 它和我对视着 可它也不进攻我 也不冲我 这就是刺那个蛇信子 我醒了以后吧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以为没睡着 我睁开眼看看我周围吧 都很黑 而我自己呢 就我想是不是 在我过去时的时候 有可能也伤害过它 所以我在念诵经的时候 把诵完了 我就回向给它 就在这当中吧 我没有再得什么病 所以呢 像现在呢 可以说我们是佛化家庭 像我的女儿17岁了 她只要有时间 就和我一起送地藏经 而且呢 每天就从学校回来 不管多晚 她都要去佛堂前 去上香叩头 如果我现在 再有点小毛病什么的 我吃点药 很快就见了笑 而且呢 再没有大病过 从送上经以后 我母亲从生了我以后 就住院生命 一直到我20来岁的时候 因为胃癌去世的 我的父亲呢 60来岁 是肝癌去世的 因为我们不敢保证 我们过去没有做恶事 所以你即便是说 提前地离开人世 就像佛经里头讲的嘛 你现在时 只是代表你现在 对吗 你过去做下的业力 你现在毕竟你要去偿还嘛 就像我们借债要还是一样的 我现在就是用这种 平常心和欢喜心 去承受这一切 所以也能懂得理解 父母过去的不幸和早逝 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吧 你可以反观一下 当今我们的社会 像现在鲁家思想发达的地方 社会相对的安定 佛家思想发达的地方呢 可以说是社会安定 人民富裕 我希望呢 大家能认真的坐下来 研习两套佛经 然后呢对照自己的人生 认认真真的去做人 放弃一切恶业 一个妄想 敬空老法师常讲 本来自己在45岁那年 就该死去 我在年轻时候 没有学佛 也是喜欢肉食 我造的业 比一般人造的业重 抗战期间 我常出去打猎 所以多了第三斤之后 恐怖了 真的害怕 就吃肠素了 不敢再肉食 知道自己造作的罪业很重 小时候无知 我父亲喜欢打猎 所以我们常常跟着大人 上山打猎 天天都有野巫带回来 我打猎 打了三年 17岁 17 18 19 16岁 16岁就开始打猎 所以 我这个枪法 几乎是半法半重 不需要瞄准的 我有这个本事 每一天至少要打二十发子弹 不打猎 也练习 我父亲是个军人 那时候对日本人战争 他管军界的 管这些武器 所以我们家里枪支就很多 这机会造业 天天让你练习 小朋友的时候 哪个我喜欢玩枪 我们玩真枪 所以这个枪法打得好了 是天天练出来的 你不练怎么行 要练的 什么事情 都是一门深书 长期寻修 所以我的枪法就打得很准 可是造的业了 就很重了 那个时候不知道 以后学佛读地藏经 这个读得真是 争掉寒毛之术 看到我父亲死的那个状况 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 我父亲死的时候 发癫狂病 看到山就往山上跑 看到水就往底下钻 跟人家讲完全一样 我亲身所见到的 我们上山 也打这些野兽 水里面 我们用那个黄色炸药炸鱼 那个炸药下去之后 真的几千条几万条的鱼飘上来了 你说这个罪业多重 打猎 猎物比较少 那个河里面大鱼不得了 你说那个 我们常干这个事情 小子知道这个罪业 非常非常之重 沙僧短命报 我父亲四十五岁就走了 以后我学佛了 这人家给我算命的 他说你的寿命不能超过四十五岁 我相信 所以我学佛很精进 因为时间只定到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那一年 还一场病 还一个多月 我也没有找医生 也没有吃药 因为心里想到 命到了 医生是医病的 不能医命 所以就一个月当中 念佛 求生进度 这么念一个月 病自然好了 以后有一年 在台湾人亡发会当中 遇到甘珠和福 这也是老朋友 他看到我之后 非常喜欢 告诉我 你这么多年来 讲经红法功德很大 他说你本来没有佛报 而且短命 现在你不但有佛报 而且长命 这个都是这一身 鸿发立身的佛报 显示 我们有求长寿 只是你们被觉悟之后 不再为自己 一切 为佛法 为众生 所以到底感应 对我自己来讲 我随时都想走 我对这个世界 一丝毫的留念 都没有 身体留在这个世界 众生之福 众生需要 佛法需要 多留几天 众生不想要了 佛法也不需要了 立刻就走 毫无留念 这是我自己 现前的心态 我很欢喜 早一天到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所以这是叙述 造业 收报 我要不说服 必然也是地狱里的收报 没话说的 你的业缘在此地 生死业缘 果报自授 跟哪里能逃得了 光木女的母亲 只是好持 我们不但好持 她造业 杀身 杀得太多太多 李居士46岁 胃疼 丈夫头疼 我也说了 一年地狱 因为那时候夏天 这个围老那时候 在那个住院 开了两个多月 也不丢有 最后来我就说地狱 说了那个 反正这块也孽 十月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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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快十月 说了这话 我也原来不能说 这个贴的东西 聊的东西 虽然稍微玩玩点 也不行 那时候都不行 现在但是 从事也无所谓 也不难受 无疑着我们家 人都得利益 我们那个没贴 这次两三天 就我丈夫 偷偷的不行 一偷偷就一贴 就真漏水破 里头见一见 两三天就这样 所以说是地狱 他好像就 从来没讲话过 偷偷 也没干嘛过 学家度手利益 但是做三十度 也听说的 所以我就好像 求求 那个 各个家庭 大家都希望 有一个节靠的家庭 有一个快乐的家庭 愿你们那个 得得得早 愿你们 全家度快乐 在佛法中常常听到 冤亲债主这个词 就是说一个人前世 或这一生 所杀所害 或者结下的 怨恨冤仇的 被伤害的众生 佛法教人平等慈悲 不能和众生结下 任何的冤仇 否则一旦 因缘时机成熟 自己要受到恶报 李居是43岁 90岁的奶奶身患绝症 病重期间受到殴打 就是我的奶奶 今年90岁了 去年的2月初 突然就发表 得了一场大病 到医院看 大夫说是这么大 谁说了 有酒了 回家到市 当时挺痛苦 我看就突然说的那样的 这么痛苦呢 我说我要 给说点抵押 我就发现 给她说抵押 在那个 我说抵押 之前的倒贴 完事 我的奶奶被月球在住 打了五个巴掌眼 现在也是五个巴掌眼 还没有退掉 完了到完事 过了三二点以后 我的奶奶就平静地叫 到时吧 她就在那儿 那个火蜜座 躺着呢 上去完了 她就说 哎呀 有了大我呢 她完了之后 那个活动的不知道 她不一直念阿弥陀佛 她不知道 她完了就是说 阿弥陀佛打他 她说阿弥陀佛打我呢 完我一看 脸色就做了 这个五个这堂眼 就疏疏地就起来了 这个这堂眼就起来了 我说这不是阿弥陀佛打的 这是月球最主打的 阿弥陀佛不打的 完了最后这是十一点多 完了干了一会儿 就是完事的三二点 三二点做了 完了 她就就叫我说 这辈子有肉辣豆吃 就时间的叫 平面的叫 我扮演的当时 小不起其他方法 我就开始就念 这个那么大月 他也叫我九年 他也叫我九年 那最后这个月球在住 就找到我头上了 他的月球在住 他就找到我头上了 完之后我奶奶就好像 跟我打招一样的 平面的妈 我打我 就家里头不要我 完早朝起来 你要玩他呢 他说的没有这些坏事 一天说 七绝地藏酒 七天要说 十十九绝地藏酒 这就是我发现会 去给所有地藏酒 我当时就在 快在父亲 算地藏啊 不算 如果说是没有酒了 就让老人 说说里里 如果说更好 谁点要找 通过我说地藏酒 让他干净好 万法万月 第二天早上 我就开始起来 就给说地藏酒 每天上午三步 下午三步 万是一步 万是说这步 地藏酒的时候 月轻这足 就好像来找我了 把我们家的窗户 打得哈塌哈塌 好像地藏一样的 黑暇的都不干净家 到时 头天晚上说 是大窗户 哈塌哈塌 不窗户大的 黑暇都不干净家 第二天晚上 说这个地藏 这样的事儿 就我从头到 叫就是 酥酥地撒撒的 骂的 好像那月轻 这种横头 就做了好些感觉 找我的麻烦 酥酥地刷刷的 我也好像当时 挺害怕 害怕 不过我所地藏酒 念唱了 我就想着 这都是月轻这足 来找了 我说我那个 鸟子头皮不瞎说 我虽然自己 坐这儿 说地藏酒 我就怪想着 所有的月轻这足 都都是我来听见 为啥我觉得 这个藏酒 三步到七步 好像是 手艺就不大 尤其是 那个 咱们给自己的 刘秋决说藏酒 他那个 地藏酒 是算了 其佛利 以自己 活流风 别人才活得一风 所以说你说去不救 好像我奶奶 才第一步救的利益 虽然我给说了 四十九步救 她才弟弟 去不救的利益 这七步救 就是挺不可思议 完了说到第四天 以后了 我父亲打了电话了 说你奶奶 闹下跌了 说你奶奶 闹下跌了 别去玩 事也不咋疼 完了 到了该到那个第七天 月满了以后呢 我奶奶就闹出饭了 我闹出饭了 最后就说闹出饭了 说你饭了吗 死了火过来了 还闹出闹下跌了 我说的 好像是啥也不可好呢 好像是 我还是也不咋疼了 挺好 我说的 我转的四天月轻 这足备了 透过我这七天发现 说来这个 第四天以后了 第八天我奶奶就闹下跌了 但都学着1990岁了 他就受提废刷接口 我们拍摄到了 李居士的奶奶 90岁的老人干净整洁 我们发现在老人的 面下右侧 确实有个很大 很深的印痕 老人家现在 自己料理生活 精神绝朔 他住在楼房的五层 房间每天打扫的 干干净净 老人的大部分时间 就是这样念佛 专心求往生净土 我奶奶在他 那个病好了之后 他跟我说 一切我不跟你说 那个我不知道 在我发别的期间 他在发别的期间 但是就是 好多人游到杂涛 他就感觉 确实牛在杂涛 他说 我年轻的时候 家庭困难 告诉你爷爷 杀了三年牛 虽然不是 你爷爷求之杀 我反正给开草 把堵了 反正我也是保障 所以他感觉的 拿到拖腾 来是救护 确实牛在拖腾 但是这些 八糟 是做是退不了 可能有些 打拇指就在这个里面上 老学者 反正一直没得过别 反正设计非常好 但是这些 八糟 是做是退不了 知道了原因 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现在经常发生在社会上和一些家庭中的天灾人祸 原因和真相是什么呢 一个人的福报快要现成了 你看他 观其善而必先知之 你能够看得出他的行善 严善行善 对人厚道 我们就能够推想到 他的福报快到了 如果他的思想 严行不善 我们就晓得 他的灾难越来越近 小观察一个人 大观察这个社会 观察一个家庭 观察一个团体 乃至于观察国家世界 没有不准确的 这个里面 有道理在 有学问在 决定不是妄言 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 活宽自侵杀害 窃盗邪影妄语 被侵罪状 就好像是讲我们现代社会 从前人们读经 读到这些 没有见到这个现象 现在这个现象 在世界上 太普遍了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没有不恐惧的 众生造作这些罪业 哪里是没有果报的 今天整个世界 这些灾变 现在人归咎到自然灾害 非人力所能为 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 自然灾害怎么来的 人心变现出来的 这个如果我们细细去思维 所有一切万无 刚才讲了 它都在动 只要是个物象 它的原子电子 它都在动 动它就有波 我们人心 齐心动力 这个杀害窃盗 邪淫妄语 这是极物的那个波 而且这个波 一切众生毒造 一句想 这个物的波 是多么强大 这个强大的波 改变了物质 你影响它 你改变它 使它那个正常的组合 都被破坏了 这是我们佛法里 常讲的 一报随着正报转了 一报是山后大地 随着人心转了 人心善 这个环境就善 风调雨水 人心不善了 就发生种种灾病 那么可惜 现在一般人 他不相信 他认为这个说法 是迷信 等到哪一天 搞清楚 搞明白 来不及了 世界毁灭了 不相信佛的真实话了 你要承受 这个果报 所以这是极不好的 这个极不好的这些波 有现在讲述磁场 佛法里面讲光 中国内地讲气 极不好的 极悦的 你接触到 身一心不安 这几乎我们今天 全世界的人 都有这个感受 哪个地方人 生活能过得安稳呢 都是忧患 忧虑 不知道哪个地方好 都知道灾难要兴起 不晓得灾难 怎么形成 这些都是 波动的 影响 杨居士 三十六岁 患腰疼病 我个人学地藏经 八个月以来的感应和经过 就是没念地藏经之前 我这个身体 一直不太好 换一句话 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 自己的业障比较大 自从送了这个地藏经以后 我感觉到 我这个身体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及在工作上 等等方面 是比较顺利 我觉得 每天坚持送一遍地藏经 能消除个人的业障 回想给自己的过去 所有的冤情在主 历代 中青 我以前的病就是 这个后腰 后腰 经常疼 而且还隔三差五的头疼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是一有病就书宴 打针吃药就没用 自从我得了一场大病以后 就是 在我得大病之后 去书宴的当天吧 就是引我进佛门的 王居寺 就是我的引荐人 王居寺 还有咱们现在的阮居寺 是他们帮助我走入正道 学进入佛门 是我开始对佛正确的认识 因为加入佛门 是人生最快乐 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现在病好了 阿弥陀佛 刘居士55岁 突然精神失常 并且有风湿性关节炎 医院就说 疫病 我住了医院以后 我就知道了 我就心里就明白了 也就 知道说说 我人们说啥了 我早就得了 占有了一种病了 因为我是突然的一项得了 我平时也没病 我身体特别好 我也没 以前呢 我也连人们说 这病那病 我也感受不了这个病情的痛苦 是个啥要的 我也懂不得这个病 一下就得了 就因为我们图话说 疯了 疯了 我的生活电脑 啥也不知道 不能说话 就是心里明白 就不能说 做医院花了不少钱 可以说我们几年的兴趣 就全就花了那里 他又花了七八万了 出了院了 出了院了 就别人也就说 念佛挺好 因为我家好像有这个佛祖 他就有这个三更 他就有三更 我说那我就念 他又有了病了 啥也不能干了 就有病 开始在家就做着念佛 慢慢念念的 觉得念佛也就觉得 他去病不去病 我也不晓得 总是在家里 他有个安定的生活了 我就不用瞎跑去了 有的时候我也知道 我说别出去 让别人笑话 你看这个大孙生 摇摇摇摇干啥呢 但是你自己也就控制不住 慢慢念念 他就好像我就 自己就知道了 我就有了 我就觉得说 哎呀念念 我就心里好像就寂靡了 那就糊涂的 慢慢寂靡 也寂靡 我就知道说 这是佛地上我婆 我说是阿弥陀佛呀 释迦佛呀 这就开始 我就懂得这下佛了 这就慢慢地寂靡过来 寂靡过来 这就一直就念佛 后来那就 那我以前 十几年前 我就归的夜了 我就佛嘛 进入佛嘛 为啥说我疯了 我也还是去寺院 疯了你是啥也不知道 但是他也不去那个 好 就是红华地带呀 是红华地方也不去 疯时候也是去寺院 也是封的你说也知道 磕头拜佛 礼佛 封了也知道 但是我是生今好复 我知道呢 但是我生的也不由我 我也不知道我是具体 到哪方向去 送了地上经 慢慢我就觉得 好像跟一切更不一样了 这就 这就明显的 好像有人就老在我 而有人说这个地上经 咋咋好呀 耕机生呀 他就能解脱人的病苦 能修这面呢 我就觉得 大概也就是吧 我就说慢慢就 接着送吧 送送 送这特别是经年 我就明显的觉得 这个效果就挺好的 今天就说 我原来我也 我文化也不够 也有的字也认不得 我就慢慢送 你说这 尤其这今年这后半年了 这就 我就送的觉得 认不得字也就认得了 送不通的也就送通了 每天觉得 好像不吃饭能行 我现在就一天 就支持一顿饭 一天就中午一顿 早晨我也不吃 晚上也不吃 甚至于呢 我水也不喝 不说要了 我更也不吃了 现在我就觉得 越送越精神 越送越挺好 这是我女儿嘛 她是大学老师 就感觉 你干什么 无论你干什么 她都觉得你不对 而且有时候 自己坐着呢 就叨叨叨叨 自己在那儿说 就不知道她在那儿说什么 有时候 比如说晚上 你在那儿睡得好好的 就感觉 听见门响 一看见就不在了 就不知道哪去了 就出去了 等着过个一个来小时 两个来小时 就回来 尤其一到晚上的时候 就比较严重 一些 教的大家 本来一天没有 那天还上学 大家都上学 一天也挺忙的 但是她就 反正生活比较不规律了 就慢慢地 就影响了家人 但是随着慢慢以后 念佛或者继续去读经 现在都比较正常 而且感觉我们家庭 家庭也比较美满幸福的那种 没了 不了 从我上的叠叨叨叨叨叨叨 一次也不出现了 我就特别就 好像是小兴这个地道经 这我女儿们 她本来是学生 她也是皈依了 这四十岁都皈依了 也只有经佛 她的大学老师 她也不小心这个东西 就说在送经能好这个病 她后来也是风式性的 她也是风式性的关节业 那也是变形 她现在还是不太好 也是变形 关节变形 也是吃药药 看病 也是医院老这个去 左看右看还是不太好 所以孩子看我说 我妈送的挺好 那肯定就是顶事 这是亲身体会 风式病 现在你看我手不上 原来是变形 我这就不能整了水 不能整了水 还是不能 好像天冷天下 也就赶紧戴上手套 好多了 这就可外 这外的就可电 就歪成这了 现在就是 还是好多了 还是歪 这一段她也不满了 也不没了 我觉得她最起码 最教育人的地方 就是让你孝敬父母 在第一章的时候 她就讲到这个 这个地藏王菩萨 这个 鬼以后 为她母亲说法 或者供养 供养那些 让她母亲解脱 我就觉得这个 是应该让我们 这是年轻人 就是没有病的人 不幸福的人 没有病的人 这应该学习的一个地方 刚设施 而且经历的事情不多 但是发现通过 这个经 开始由上学 或者工作 因为现在毕竟工作不是很好找 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 很顺利的就找上了 而且比较顺利 因为同学很多都 毕业以后 很多人都没有工作 但是他们就说 为啥你的工作这么顺利 我 我 我有时候就想 估计是 送地藏金给我寄的这种福德吧 很多人学佛后 认为佛法不灵 老法师就曾讲过一段 电冰箱的故事 佛师门中又求病 你求不到的时候 是因为你有业障 你业障消除了 没有不感应 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 你用贪嗔痴求的时候 佛菩萨不会震掌你的贪嗔痴 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瘟疫 你果然是行善 是为众生 佛菩萨感应到脚 为自己不可能 绝对没有感应 为自己如果有感应 那是邪魔 魔促成你的欲 魔帮助你做坏事 佛菩萨 佛菩萨不会帮助人 做坏事 只给你善缘 不会给你恶缘 那么由此可止 凡是助长我们欲望 助长贪嗔痴的 自己要有高度警觉 勿远 不是善缘 功夫 记住 要用自己的财物 用别人的财物来修复 错了 自己一点都得不到 一定要用自己 不能用别人 到佛菩萨面前 大修供养 求发财 求生官 佛菩萨面前许愿 我要生了官 发了财 我再来还愿 再来给你大供养 给佛菩萨谈条件 贿赂 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无力 这种供养 不但没有福 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你保佑我发财 我发一百万 我一定拿一万来供养你 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 让你占九十九万 你便宜 哪有这个道理 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 所以这样的供养 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不要看到人 修供养 好事情 不仅仅是好事情 你要去打听打听 他的动机是什么 你才晓得 你才晓得 他是福还是货 那么供养的时候 你又得不到升官 也发不了财 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 得佛菩萨不灵 我去供养 他们有保佑我发财 就怨恨再毁谤三宝 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 有一位法师 这个法师现在也不在了 也都过世了 他常听我讲 有一天他问 他说净空法师 你常常讲 佛式门中有求必应 说我非常怀疑 我说你为什么怀疑 他说我向地藏菩萨求一个垫冰箱 求了三年都没来 这台湾的邓荣法师 我就问他 我说请问呢 你那个道场住多少众啊 你的道场住多少人啊 他是就他一个人 我就跟他讲 没有必要 我是地藏菩萨也不跟你 为什么 你一个人啊 一个人没有需要啊 为大众啊 这个求是对的 为个人享受是错误的 你对这个修法有怀疑 不能够啊 你真诚心去修 那这个感应就很难达到的 如果你深信不疑 真诚公敬心去修 一定有感应 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 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 纵然得到这个心 闻地藏菩萨名 见地藏菩萨像 苦苦的哀求婆菩萨 保佑他 也未必能祭祀 未必能真理有效果 什么道理呢 没有做到执行的 那么现在 那么现在 有人求而不得感应的 都是精尘不足 精是专了 专业 尘是沉浸 还有一些人 读了这个经 没有能够缘解 这个心量很自小 只是在佛菩萨面前 诚心诚意了求 除世带人皆无 就不诚实了 能不能修到 求不到 诸位要晓得 一诚一切诚 他是信德 你这样才能笑一张 在佛菩萨形象面前 露一点诚心 真诚心 离开佛菩萨形象 跟大众接触之下 你就恶念又起来了 烦恼吸气有限限的 没有用处 现在有许多人 说念地藏经 也依照地藏经里面 所讲的去修行 但是得不到果报 于是在棒佛 棒法 说地藏经不灵 他们又晓得 他自己错节如来 真实意 不是经不灵 经上讲的 善男子善女人 你有没有达到善的标准 没有人想到 善的标准是什么 善福 对我们说得很清楚 世间善人的标准 孝养父母 奉死死长 慈心不杀 修世善业 你做到了没有 你做到了 你是世间善人 佛法是建立在世间的基础上 你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 你那个学佛 是佛门外面的学佛 没入门 高居士63岁 患骨质增生 疼痛难忍 手术后可能残疾 99年 我表弟非常痛苦 弟弟是骨子正瘦 骨子正瘦 三个月没有下不了地 门黑夜不闹睡 他得痛苦不开的 自己一个学校 我发挥 我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那是了 我得了这隔壁了 就对付开 对付他说说 哎呀你这 也可能是采费 不行 所以说我这 子不 子明我早起肉眼了 所以说这不好是采费 我之后就在家有时候夸 连五分钟都不能睡 北面黑夜不能睡 最后有一个巨师就 我问我 说说你有没有结佛 我问年佛没有 我说没有 他说你结佛 结佛没有年佛 最后我这个 266年 266年 6月19日 我跪了一 跪了一以后 出现第一步 第一步 我就是迷脱经 迷脱经 还解决不了我这个头痛苦 最后他们说说 捏这个无量寿静 无量寿静我捏也是挺好的 挺好的最后我就捏的 还解决不了头痛苦 三个月没下跌 最后慢慢的想办法就去这个批房 到医院检查 他说说你没有病 你这是死小病 哎呀 我说我是痛苦的 我是跌下不了 能出死小病 就回了 从这个案去 去前年的冬季 前年的冬季 有人说是你迷脱经吧 你那个业造太重 你这个病啊 这是你切实的业造 你切实 切实实的业造太重 所以你现在就 你就是这样 写你眼前 结果我就 就这么说地藏起 有一直我说 半夜睡的时候 好像一个 轮声打的 哗这么一下 旧地火 我火把 金刚山山 这么地是火热 哎我 这是做梦了 这是做梦 梦的时候是放光的 这是用东南 东南来缔造的我 同地的金山梦 传的是 金山梦的家书 金刚山山入得走心 他用东南 领得好 好多好多的这个 出家的佛师父嘛 从东南用冬病 转向了洗法 我就 快乐我就 我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最要多会儿起来 地藏王菩萨啊 这是梦中 地藏王菩萨 你学地好好地读地藏经吧 你的业照太重 哎呀 我就救苦救你 阿弥陀佛 大愿地藏王菩萨 你给我修业照吧 最后 这么化下一醒来 哎呀 我是个梦 哎呀 我这是 是不是我是住校 家伙伴我 我妈妈妈妈妈妈 遇到三知识 他们说 不要学别的经 一切经多好 可是地藏就是 现在是小这么 现实的业照 因为你的业照太重 那是 而地藏王菩萨 只跌了你了 家伴我 我们是团体 每天啊 就是十十五个人 受制二三十号 我们就受地藏经 从我去年 一直团体受地藏经 我们一直受到自卸 可是我的病啊 全好转了 一点病都没有了 就是不念佛的人啊 我这就问我了 说你以前的病 也看不行了 大家都知道我这表面吗 最后 说是现在你是咋了 我说我是受地藏经 受地藏经 现在我 我走得非常的情善 人看见我 好像是不一般的 好像坏了面貌 我我就有这个感应 我念过 我受过地藏经 我经过佛母的人 让他们好好的 也经过佛母 受这个地藏经 现在我 咱不受地藏经 人们是不懂的 那时候 那时候就说 修你现实的严造 我情绪都改 我现在都比我 完全好了 人见我 见了我 去求配 生活中我们会看到 修学佛法的人 恶报也不少 那么念佛诵经的人 为什么也会受恶报 跺到地狱去呢 第一句就是念佛 堕阿比地狱 我不懂 念佛 这佛报很大了 怎么会堕阿比地狱呢 这不可能的色情啊 李老师听我这一问 你问的好 你这个问题问的很重要 我不跟你说 等我讲经的时候 我都给大家说 为什么他这样做 还会堕地狱 原因是用地狱的心来修复 还是要堕地狱 什么是地狱的心呢 贪嗔痴 他为什么不识供养 佛菩萨形象 就是看到这个利益太大了 好像是做生意买卖 这是一本万利 这非做不可 是这么一个心呢 他不是善心 那是善男子善 他把这个善子忘掉了 用贪嗔痴的心 用这个做生意 贪图利运的心 那就怎么行 我们稍稍有一点小佛报 公告我慢 自以为是 把地藏经翻开 哪一种罪业没造 现在还继续不断再造 还不晓得改过 还不晓得回头 念佛堂 念一天佛叫他累得不得了了 那是业障现现了 念佛堂正是给你笑业障 头几天 业障现现 你要是能够 忍耐 能够勇猛精进 业障就相复了 念上个三个月半年 业障就消了 你就得清凉自在 身心安稳 发喜充满 许许多多人呢 读到地藏经 说地藏经 这么大的利益 造作极重的罪业 这个好像念一部经 就太容易了吧 就能够叫他 脱无无间罪业 没人相信啊 你不相信 那你读这个经的时候 你有怀疑 你读的时候 还有妄想存在 你又有夹杂 所以受不到效果 他又相信自己 这个见解没错了 都认为啊 佛经里面讲的 功德利益 好像太夸张了 好像是劝人在读 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 这是凡夫心的 凡夫妄想 测度佛菩萨的之间 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了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罪服都在一念之间 一念转过来 就从地狱里面 转到佛经界 净土法门 平等成福 就是这个道理 阿比地狱的众生 一趁 南无阿弥陀佛 都能成福 关键呢 就是那个心呢 真的转过来 余居士 39岁 患重症心肌炎 已无法治疗 我以前不学佛 完了以后有了病 有病以后 住的医院非常严重 一定是心肌炎 住在医院里面 碰见一个塞子是说 说我你念佛吧 我就完了念佛 念佛以后 已经就九个月就不能下地 就卧槽不起 住医院住了二十多天 回家休养了九个月 我的姑娘考虑高庄 没念高庄 回家祝福了我 最后我就回家就念 阿弥陀佛 打坐念佛 最后一 念了九个月 我回来好了 好了以后 我才走进了佛门 归宜了 归宜了 现在是一年 我送的是无料受精 我现在吧 都好了 我到医院解采 医生问问是吃什么元了 我就念佛 就打坐 就念佛 完了他们说 真不可思议 我自从好了以后 我就想佛法 真不可思议 自从以后 我就开始念佛 我的照佛不喜欢念佛 他就不相信 现在他已经操精 操这个无料受精的精华 很消息 也不知道 就不要到处理 你就知道了 他们算了 一个移世的精华 就真的 推翻课 人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